好来看新能源 英国已经试验用氢能为家庭供电 而在报道的一开始 我们会看到在澳大利亚的首都 开张第一个冲氢站 而冲氢的时间速度跟加油差不多 把油枪塞进油箱 一目数字不停跳动 但这位驾驶加的不是油也不是电 而是便宜又环保的氢能 澳洲第一座冲氢站 在首都坎培拉开张了 这里运作的原理 是用当地的再生能源电力来分解水 进而制造氢气和氧气来产生动力 不但补充燃料的时间与加汽油相当 加满后的续航力也超过600公里 且跟电动车一样几乎没有声音 虽然这个冲氢站目前只优先供应 澳洲首都特区政府20辆现代汽车车队使用 但预计将迅速扩张 因为澳洲总理上个月才在全球气候峰会上做出了这项承诺 而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 这栋看似不起眼的咖啡色小屋 则在试验用氢能来为家停供电 使用的则是现有的天然气管线 由于英国政府之前才定出新计划 目标2035年之前 碳排量要比1990年降低78%的幅度 并在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碳排 但根据估计目前85%的英国家庭都还是使用天然气来供暖或烹饪等 至于能否借由氢能来降低碳排还是未知数 因为这个测试地点 目前人士利用石化燃料的灰氢依旧会产生二氧化碳 震荡各国都在为了达到气候目标绞尽脑汁 全球的石油需求也在复苏当中 保持谨慎却已经看到实质的成长 全球市值最大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沙烏地阿美 在油价持续拍升的推动下 第一季营收大增30% 去年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调到每桶20块美元低点 但今年以来已经爬升约三分之一 而这也带动沙烏地阿美第一季净收入 从去年同期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17亿美元 预计第一季将配发187.5亿美元的股息 继沙烏地王除沙尔曼上个月底才宣布 要将沙烏地阿美1%的股权 卖给主要海外投资客 引发诸多揣测 与沙烏地阿阿伯相邻 身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第二大产油国的伊拉克也有动作 伊拉克当局最新宣布 国有的巴斯拉石油公司 正在考虑要收购美国石油巨头艾克森美孚 在伊拉克南部西古纳尔一号油田 32.7%的股权 不仅如此还砸重金 和法国的能源公司合作 共同发展伊拉克的天然气产业 石油前景看好 新能技术则正在起步 新能源革命还有段长路要走 体北新闻中的报道